你好,我叫阿俊,我是一名咖啡厅老板 滑板的话就是能够带来一种刺激的快感 这是浙江省唯一一个室内晚驰吧,非常可惜 因为我本身滑板的话,我就特别喜欢玩这种室内晚驰运动 它滑板分两种,一种是街市,还有一种是这种晚驰秀 对于滑板进入奥运会的话,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情 首先它推动了滑板文化,让更多的人知道了滑板 然后还有一点不好的就是,有一帮不是真正滑板的人 然后也买着滑板玩的话,我们是比较反感自动的